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周珊人心中美好的愿景 2009年历经十年建设 全长50公里的周珊跨海大桥全线建成通车 打破了周珊对外交通的瓶颈制约 为周珊跨越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过去往来挪威和周珊 时间长我们不要说了 来回换不同的交通工具 我是体会实在太深了 还要等船 还要坐船 从上海到周珊 或者我们坐到宁波再冷渡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从机场下来 就是三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不仅仍然人亡容易了 而且货物进出也更加容易了 二十多年前 刘曼娟从周珊去了挪威经商 2003年她回到家乡成立了食品加工公司 依托周珊丰富的渔业资源 近些年公司发展势头良好 海岛海域海港资源是周珊发展海洋经济的先天优势 在秀山岛上 世界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建成 成为我国海洋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 但是挪威对于能源的债利用非常关注 非常先进 但是我想不到原来我们中国也有这么世界领先的 潮流能 四年基地这里的所有的技术 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主研发的 所以非常有民主自豪感和家乡自豪感 周珊聚焦海洋经济发展主题 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浙江自贸实验区周珊片区 走出无中生油 聚气发展的特色之路 周珊港域成起世界一流强港的半壁江山 在浙江的另一座沿海城市温州 这里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 这些年来 温州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的产业转型之路 电气产业成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们看到温州的企业的发展 从以前原始的人工去做 到今天用一些的智能 电子 机器人来代替 而且从厂链上他们也提高 从那个产品的精准度来说 以前是肉眼来衡量 现在是用智能 机器来读这个数据 比以前更加的精准度 更加的准确 这也符合整个国家的发展 整个趋势 黄志晓在意大利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这些年来 协服行业利用新技术 也在加快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 温州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六条国际货运航线 十四条靖阳集装箱航线 陆续开通 为温州企业对外贸易提供保障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从我们温州的洞头 就可以装船 转到宁波 转到上海 省了陆地上的这批费用 节省了整个货物出去的成本 无论从速度上还是在经济上 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 2023年 首届中国浙江 世界华侨华人 新生代创新创业大会在温州举行 实现了温州人经济与温州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温商回归 温清回归 温质回归 掀起热潮 地瓜经济 根状腾广 展现了世界温州的别样精彩 温州也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也是华侨寄居的地方 在温州有70万的华侨上居在世界各地 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 我相信有更多的年轻人 乔二代 乔三代回国创业 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的温州 同时也要让他们愿意来投资在温州 会给温州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下扎实的基础 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 是中国温州华商华侨综合发展先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园区内4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品牌 3万多种商品 已成为温州市民家门口的世界超市 这些年来 舟山城市面貌发生巨变 中心城区高楼林立 滨海大道风景遗人 港岛大桥成为打卡地 海上花园城市绽放新资 形成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的海洋城市特色风貌 我记得20多年以前 我们舟山吧 就是这一带好像看上去还是农村 根本没有什么滨海路啊 什么都没有 现在回来以后看到那个滨海广场 建设成这样的一个规模 很多人晚饭以后晒晒步啊 早晒都有人在这里来跑跑跑步啊 对整个的中山人民的生活啊 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休闲点 一公里长的沈家门海鲜夜排档 充满人间烟火 从高处俯瞰 Y字造型小屋 临港一字排开 艳丽夺目 而千万工程造就的万千美丽乡村 山更绿 水更清 田园变公园 村庄变景区 成为地方发展的一张 精明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高楼大厦 道路桥梁 还有那么漂亮的新营小区等等 都是我们周三经济发展的里程碑 那么二十年前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周三啊 还是一个渔村小姑娘 现在呢已经出路成了 一个标志的现代化的女性 再过几年 铁路也通了 那么周三呢 就又多了一双翅膀 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 黄志小的家在温锐唐河边 这些年来 三改一拆 无水共治成效显著 城市展现新资 温州被评为中国气候宜居城市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我现在的房子就买在温热唐河的旁边 我也喜欢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一下 走一个小时 我看到现在的百姓的生活不断地在改善 早上一大早就有人在跑步 有人在亮武术 有人在唱歌 我们发现我们中温州全市民的生活数字不断地提升 幸福感也不断地提高 说明这个城市给它的百姓 给真正的老百姓带来一种幸福 带来一种提升 夜幕降临 欧江两岸 以山体 建筑 桥梁 景观等为载体 用绚烂的灯光 演绎独具温州特色的山光水色和欧越文明 成为了温州城区的一大亮丽景观 二十年过去 回想二十年前的温州 跟今天的温州变化是非常大 山清水秀 现在来形容我们温州的环境 从温州人的生活质量也看到整个的发展 硬件的设施更加不要说了 我们是有目共睹 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国家生活 对比起来 我们才发现这叫做中国的速度 为我们的祖国 为我们的家乡达到自好 回望二十年 周山交出践行八八战略亮眼达卷 海洋经济取得巨大发展 海洋城市建设更上一个台阶 而欧越大地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 深层次的精彩叠变 一路高歌大步跨越 向两个先行的新航道奋力进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产生